我們今天要談的主題是希望廚房彩虹料理 特別邀請的是我們的料理老師陳妍敬老師 大家好我是妍敬老師 這樣子我們今天先從絞肉開始 我想今天我們來示範一個 味噌的炒肉末 炒肉末 所謂肉末就是絞肉 絞肉非常的豪滿 然後這個菜你做好了 就可以放在冰箱裡面 你可以拿出來 你要吃麵的時候可以拌在麵裡面 或者你可以拿來做拌飯啦 或做飯糰啦 所以是非常好用 然後我們今天還要再拿這個絞肉 來做一個比較 比較漂亮的一個東西 一個點心 是原來還可以做點心 是沒有錯 我們今天要做的味噌肉末呢 它的主角就是這個豬腳肉 還有一些香辛料 像蔥 還有大蒜 還有一點點的味噌 那老師如果我們台灣豬肉是很好吃啊 如果我們想要吃牛肉跟雞肉呢 當然也可以啊 你如果說你有喜歡的其他的肉類 你也可以用雞肉的絞肉 或者是牛肉的絞肉都沒問題 都可以看你方便 好 現在我們要開始準備做這道菜了 首先呢 剛才準備好的絞肉 把鍋熱了以後 就直接倒下去 對 現在老師這鍋很熱 對 所以這樣比較不容易就是 就是土料的 或者焦點 就是說鍋熱的好處是說 讓它的這個肉 等一下很快的外面就 就是結成一個米 好 那米也可能會比較好炒 嗯 但是就是說熱到下去 你不需要一直一直動它 大概放到這邊 先放到這邊就行了 在這個時間呢 我先吃飯一下 我們要做蔥末 把蔥末切一下 然後可能有些 觀眾朋友會覺得好奇怪 為什麼我們先不要爆這個蔥跟大蒜 通常都是先爆 對通常都是先爆 蔥跟大蒜這些香辛料 但我覺得如果你先爆的話 因為這邊要一點時間 東西下去太早了 東西可能會焦掉 反而不好吃 我們等到第二個階段 這些肉炒的差不多都變白了以後 我們才再下香辛料 老師如果我們 其實有些人不太吃大蒜 或是不吃蔥 是是 對你有什麼虧欠嗎 或是 這個部分其實是沒有問題的 如果說你不喜歡吃蔥 或我家裡現在沒有大蒜 我可不可以放薑啊 或其他的東西 甚至你可以放一點辣椒片 都沒問題的 對 完成了 對對對 有些人喜歡放胡椒 這些東西都可以 看你自己的喜好去做一些變化 我們也把大蒜切到水 是 如果這個肉有出水的話 你就要繼續炒它 要炒到乾 對對 要炒到 那個水分都已經 就是肉裡面出來的水 就要把它炒乾了 炒乾以後呢 你會發現 我們肉沫再往下炒的時候 它會釋出一些油脂 這個時候就表示你的肉已經乾了 你可以再下香辛料的部分了 嗯 好 對 像剛剛老師好像油下了很少 其實剛才你下油耶 你下油耶 好呀 其實蟹肉肉本來本身的油 它本身因為豬腳肉是比較油一點的 是蟹柱裡面的油脂 就是代替了其他的油脂 這樣子做起來也比較健康 所以如果是牛肉或是雞肉的話 如果是雞肉的話 你可能前面 尤其大家如果想要用雞胸肉的話 你前面就要先下一點油脂 是的 來這個時候呢 我們再來下 這些香辛料 對 哇 其實光是肉末就已經非常香 嗯 對 那加了香辛料 好你看 我現在稍微再去炒一下 等一下馬上就可以聞到 那個香辛就不一樣了 是 好 接下來 我們的果可以稍微調的小一點 沒有問題 好 接下來我們剛才有講 最後的東西 這叫味噌 味噌你不要太早下 嗯 最後 對我們這個最後再下 對我們這個最後再下 味噌呢因為它很乾 所以你這個時候下下去 它比較不容易溶解 所以我們先用一點點的水 好 一點點的水 嗯 去把它給溶了 好 好 現在我們肉末已經炒得差不多了 剛才我已經把這個味噌 嗯 融化了 我們現在把味噌 好淋下去 對 那如果 沒有味噌 常常家裡面沒有味噌 對 如果沒有味噌的話 其實你下醬油也OK 嗯 現在一定要用味噌 對 其實好醬油是個好的 是的 沒有錯 好 我們常常就說 你這一次用味噌做 下一次也可以用醬油口味做 試試看 嗯 不一樣 喜歡哪一種 好 這都是一個很棒的方法 嗯 或者呢你也可以拿醬油 來配一點點番茄醬 嗯 做的有一點點酸酸的 也會很好吃 嗯 因為我們下了味噌 所以我們整面 再來下一點點的糖 哦 要有點甜味 對 我喜歡 東西有點甜甜甜甜的 嗯 味道會很豐富 對 所以其實如果加了番茄醬的那樣子 就不用加糖 就不用加糖了 就不用加糖了 對 對 對 我們大概炒到差不多收汁 就可以 就好了 嗯 好 這個基本上這個肉末就已經炒好了 好 好 今天的這個 第一道菜 嗯 味噌肉末 我們已經先做好了 好 等一下我們再拿這個東西 來做下面的料理 還可以在店料理哦 是的